这是死者生前最后的监控影像 当时急着找工作来补贴家用的他 正在前往蔑视地点 殊不知当人们再次找到他时 已经是冰柜里的一具尸体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就是这个看似普通的面试 却暗中有暗 杀鸡叠现 以后面试 大家还是多一个心眼吧 时间 2012年2月26日 地点 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建深 张家口当地的一名财务科长 他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 一个深爱自己的妻子 可最近 妻子严秀丽突然觉得自己的收入有点低 打算去兼职做快递 在26日下午 他接到了一个面试电话后 就急匆匆地出境 直到晚上7点都没回家 隐约觉察到不对的张建深 给妻子打去了电话 可对方却是关机 结婚十几年 第一次遇到妻子在外关机的现象 张建深感到了不安 多次试着去拨通电话 即使最后电话打通也没人接听 妻子到底在干什么 没多久 妻子发来了一条信息 说是自己正在同学家吃饭 晚点就回家了 有电给我发短信 却不接电话 而且妻子之前从不关机 从不发短信 这只有一种可能 妻子的手机在其他人手上 此时的他可能有危险 随即 张建深到当地派出所进行了报案 依据张建深的描述 警方了解到失踪人严秀丽 在26日下午去一家建材市场面试就失踪了 一个成年人突然失踪 会不会是家庭矛盾呢 警方对张建深夫妻关系进行了调查 随后警方对张建深家周边的监控录像进行了查看 看看失踪人严秀丽在当天与谁见了面 见面之后又去了哪 通过一段时间的查看 警方在一段监控录像中发现了严秀丽的身影 在下午3点40分左右 严秀丽一个人走在小区出口处 当她要到大门的时候 明显加快了脚步 这就说明严秀丽很有可能快要到达目的地了 就在小区门口不足200米的地方 就是公交站和出租车停靠点 那严秀丽是乘坐这些交通工具离开的 还是有人开车在她而去呢 带着这些疑问 警方调取了该路的下午3点到5点的所有监控 再通过一遍又一遍的查看 警方在一辆出租车上看到了严秀丽的身影 万幸的是 当时的监控很清晰地拍下出租车车牌 依据这条线索 警方找到了这辆出租车司机 通过对司机询问得知 在2月26日下午3点多的时候 一名30多岁中等身材的男子让她将车停在了公交站 没多久就来了一个女人 经过辨认那个女人正是之前失踪的严秀丽 据司机回忆 当时她把两人拉到了一个建材市场 看样子 严秀丽的确是去了建材市场面试 就当警方对建材市场走访调查后发现 这里的建材市场基本都是一些夫妻开的门市 平时生意并不是很好 收入根本不需要会计来管理 这条线索的获得 就让警方有点账二合掌摸不着头脑 严秀丽就是来这里面试会计 为何这里又不缺会计 到底是招聘人骗了严秀丽 还是严秀丽骗了自己的丈夫呢 此时已经是妻子严秀丽失踪的第二天 为了能尽快找到妻子 张建深发动了身边所有的力量 就在自己查看家中物品时 她竟发现自家的两张银行卡不见的 随即她来到了银行 对银行卡进行了查询 可让人惊讶的是 这两张银行卡在昨天一共被取了 一万七千多元钱 那这些钱到底是谁取走的 是严秀丽还是另有其人 张建深将这个情况反映给警方 通过警方对银行监控录像的查看 在2012年2月26日的晚上9点左右 一名男子来到了ATMG 当时他戴着口罩和毛线吗 很刻意的在掩藏自己 虽然这名男子对自己做了伪装 但在对监控反复观看后 警方发现这个人有点驼背 背和腰瓣中间有点拖 通过对张建深询问得知 他并不认识此人 种种迹象表明 严秀丽并不是失踪 此时的他可能已经被人控制 生命在受到威胁后 才说出自己的银行卡密码 现在早一分钟找到严秀丽 他的生命就会少受到一点威胁 凭借银行监控的男子画像 加上有驼背的鞋像 要想找到他 可谓是大海捞针 案件一下子就走入了死胡同 应该从哪进行侦破呢 这时经验丰富的老民警想到 既然严秀丽是被人叫去面试后失踪的 那给他打电话的那个人 会不会就是银行监控中的人呢 办案需要大胆推断 细心排查 警方调取了严秀丽案发当天的通话记录 其中一个187的电话号码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经查 该号码为假身份证办理 既然失踪人能通过这个电话 在网上联系到招聘人 那这个电话现在还在网上招聘吗 警方把该号码输入到网上进行搜索 让人没想到的是 有一个出租饭店的信息 就是用的这个电话号码 得到这条线索后 警方来到了这家需要出租的饭店 可这里已经在装修 通过对老板的询问 原来这家饭店因经验不善被转让多次 上一个老板转让后 就去一个大学边开了一个小饭馆 随后 警方几经周折找到了那家饭店 经过了解 饭店老板叫铜墙 三十多岁 有点驼背 这岂不是和银行监控视频中的男子很相较 可警方目前掌握到的线索 只有银行监控中的驼背男 他们不能因这个原因 就认定铜墙就是控制颜秀里的人 可现在解救颜秀里迫在眉睫 警方只好请铜墙回派出所喝喝茶 警方了解到铜墙没固定的居住场所 平时就住在周边的挂闭房 2012年3月28日晚上10点 警方对铜墙进行抓捕 面对突如其来的警察 铜墙时时刻刻都在说自己冤枉 警察抓错了人 甚至叫嚣要告警察 回到派出所的铜墙一言不发 面对询问也是冲傻装冷 一问三不知 可当警方拿出他取钱的监控 铜墙变得紧张起来 随着审讯力度的加大 在铜墙被捕后的第八个小时 他承认自己已经杀害颜秀里 并在银行取走了他的钱 本身不认识的两人 铜墙为何要将颜秀里杀害 难道是真的为了财 据铜墙供述 之前他是靠开饭馆维持生计的 可近几个月生意惨淡 让他负债累累 心里失衡就产生了邪念 在作案前的几个月里 铜墙就开始谋划这一切 他首先在商店买了作案工具 然后去办了手机卡 在2月26日 一天没什么生意的铜墙看起了报纸 看到上面有很多会计在求职 他想着会计肯定有文化有钱 就想着骗过来 就开始拨打其中的电话 前面几个都不愿意过来 直到严秀丽着急想上班 来补贴家用 就答应铜墙当天进行面试 下午 铜墙和严秀丽乘坐出租车 来到了建材市场 期间 铜墙告诉严秀丽 需要到自己的饭店签合同 毫无防备的严秀丽 和他来到了饭店 可一到饭店的铜墙 就暴露出他最黑暗的一面 他将门返锁后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作案工具 将严秀丽控制住 在哪间房里边把他给强奸呢 在这个窝 还是在这个窝 在那床上 对 完事后 铜墙发现严秀丽随身带有银行卡 就威胁让他说出卡的密码 最后更是取走了一万多元钱 害怕此事暴露的他 用胶带密封了严秀丽的口鼻 直至他窒息而亡 经过铜墙的指认 警方在饭馆的冰柜中 找到了受害人的遗体 面对铜墙的供述 警方觉得并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他仅仅是为了财 那为何在之前还要侵害严秀丽呢 或许从铜墙妻子那儿能得到一些答案 几年前 夫妻俩一起经营饭店 由于不上管理 欠下了四十多万的外债 由于还不上 铜墙只好四处躲避 期间更是瞒着妻子将自家房子卖了 也为此事 妻子和铜墙离了婚 到此 案件真相大白 铜墙的行为 不光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也让受害人一家饱兽 失去亲人之骨